今年的E3展即將線上開跑 但EA已經先行公布重量級作品 昨天公開了《戰地風雲2042》的預告影片與相關資料 在過去的《戰地風雲》系列 雖然偶有未來科幻元素 例如《戰地風雲2142》 就是在未來冰河時期展開的科幻戰爭 但整體而言都以實際存在的武器與載具為主 所以這次公布的《戰地風雲2042》 設定在近未來的遊戲背景 讓玩家們十分好奇 而玩家們最在意的遊戲方式 也跟以往不同了 這次居然取消了擔任戰役模式 改為全面線上進行 而且Xbox Series還有PS5與PC 才能夠支援到128人同時遊玩 前世代的主機像是PS4和Xbox One 就只有64人了 詳細的玩法尚未公布 但官方宣稱不會是大逃殺的玩法 再過幾天就會有詳細的遊戲畫面釋出了 玩家們忍一忍吧 玩家像誤估计